Hello,大家好 继续来学我们的谢尔编程 那么谢尔编程啊 咱们这一章节的学习啊 都是针对谢尔数值计算来学一些命令 是吧 那咱们以知这个双小括号 然后里面写入表达式 可以数值计算 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let命令 也支持这样的数值计算 以及和变量的集合 然后呢咱们又学了 还是结合let命令 做了一个实际的脚本开发 开发了一个对于NGX这样的web服务 它的运行状态的一个 当然了咱们的检测思路啊 是通过wget命令去访问 看它是否能够得到结果 这么一个思路去检测它是否运行 这一节呢继续来学习一个 有关数学表达式计算的一个命令 叫expr命令 这个expr命令呢 它呀 也是一个简单的计算器啊 执行命令 它的语法呢 就是expr啊 大家可以杠杠help看一下啊 来 你在命令行里面敲下它 咱们会发现啊 杠杠help是它的这个帮助参数 它的用法呢 就是咱们学linux命令啊 就是这样 如果你不知道它怎么用 就杠杠help杠h或者说直接用慢手册啊 它的用法就expr后面加上这个计算的表达式 是吧 然后你会发现它还支持如下这个多种这种逻辑 逻辑运算符号的用法 对吧 你看像这个或啊 以及这个大于小于等于啊 不等于加减乘除这个取余运算等等 是吧 这很多大家自己可以这个简单练一下啊 然后还支持一些关键函数 match匹配了substrain子 这个叫子串啊 index找出这个字符的下标啊 length求字符的长度啊 那么这是它一个基础的语法语义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来实践啊 好 叫实践 好的 那我们clear清课评啊 那怎么说呢 expr呀 它我们做一个基础的加减乘除 它和其他这个计算面领的区别在哪呢 expr必须是以传入参数的形式啊 什么叫传入参数的形式啊 就像咱们ls空格杠r空格杠h 这是不是就给它传了两个参数啊 对不对啊 好了 那expr呢 它也是这样的啊 来咱们看一下 它不再像之前啊 你看我不加空格直接5加3 它是不认识的 它必须你加上空格啊 连着这运算符号都得有空格 我回车语法错误 对不对啊 那它只支持这样的 5空格这个加运算符 空格3 它就明白了 你把这个东西啊 当做参数传给它了 它进行5加3计算 是吧 好 然后呢 再来看 我如果在这写一个星啊 走你 你会发现它又爆错了 哎 这超过 你刚才不是说这个简单的空格 它就能够识别吗 咱们这写个我所认为的一个星号 它就认为语法错误了呢 这是expr啊 它不好的地方 它呢 也有一些缺陷啊 这个expr命令啊 并不是很好用啊 因为呢 它是基于空格区分这个 这个空格传入参数 然后呢 特殊 但是在share里啊 一些原字符啊 大家还记得原字符是什么啊 就是星啊 点啊 问号呀 这些东西 对吧 一些原字符都是有特殊含义的 因此你看 你在这写个星 它就不认识了 该怎么办呢 只能对它进行转译 你看 我一回车 这个写个斜杠 反斜杠啊 写个反斜杠 它就知道了啊 这是一个普通的称号 那么就五乘以三 五乘以三十五 明白不 这是它不好用的点啊 那咱们给它 好用不好用 都给它写下来 那你看这个 expr 五加三是不是 也给它加上一个反斜杠 来的更为严谨一点啊 对不对啊 那这啊 咱们 把它删了 笔记上写上最准确的啊 这是expr 命令一个加减乘除啊 再来看一个expr 啊 求长度 求长度呢 也就是用到它的expr 命令的learns啊 这个函数啊 这个内置的一个函数 然后呢 我在这写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回车 那就程度为七嘛 对不对啊 然后我再来个 一二三 走 那就三个字符 那就十个呗 对吧 就是它的一个简单用法啊 然后呢 它还支持这个逻辑判断啊 什么叫逻辑判断呀 也就是啊 这个这个 大家来看啊 expr 然后 五 大于 六 那肯定出错 对吧 那咱们给它加一个反斜杠 哎 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得到一个零 就表示是什么呀 不正确的 就是为错的 那咱们 八大于六 哎 是不是结果就为一 就是正确的呀 好了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啊 逻辑判断啊 零是错啊 一是正确 明白吧 这是转易符的一个用法 好的 那这个 expr 命令一个基本的加减乘除 和它像这样的 learns函数的使用 咱们是明白了 对吧 然后呢 给大家再讲一个 expr 比较复杂的 叫做模式匹配 那说到这个模式匹配 大家应该还记得 咱们之前所学的原字符呀 正走表达式呀 扩展正走表达式 它是不是对字符串的一个匹配啊 对吧 我们学过哪些特殊符号呢 那这儿啊 咱先不跟大家回忆这个正泽 我呢 就直接告诉大家 expr呢 他也 expr 命令也支持模式匹配功能 它呢 现在有两个这个特殊符号 这俩特殊符号呢 还真比较特殊 第一个是冒号 这个冒号 它的作用是这样的 计算字符串的字符数量 大家先听着啊 这是它的基础语法 冒号 计算字符串的字符数量 啊 什么什么叫字符数量啊 比如说我写一个语 超 这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字符 对吧 来叫六个字符 好 第二个特殊符号呢 是啊 叫做模式啊 点星 这个点星啊 大家从之前学正泽的理解来看 它是不是点一定会匹配到一个内容 然后星是匹配前面一次或者多次 对不对 任一次 对吧 那点星呢 是不是就表示匹配出n多个所有的内容啊 对不对啊 它就表示叫任意的字符串 重复零次或者多次 能明白啊 这是它啊 没有点啊 点星 这是它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来 大家记住它的一个语法 是这样的 EXPR 然后 这呢 写上一个字符串 针对这个字符串啊 我们想要对它的字符长度信息 这个啊 字符个数进行统计 怎么统计它的字符个数呢 写一个冒号啊 写上这个冒号 它就表示要针对这个字符串啊 进行字符个数统计了 明白吧 然后呢 后面加是 哦 这给它加上一个引号啊 给它加一个引号 严谨一点 加上个引号 然后空格写上一个点星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呢 就表示去 从就是针对前面这个内容啊 重复n多次啊 那这是它的一个固有写法 来我用一个实际的案例给大家 呃 来写一下 看看它是怎么用的啊 好 来咱们 在这个命令行当中啊 我们先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统计 文件的字符个数 怎么玩啊 我现在写expr命令 然后语法是写一次符串 次符串呢 比如说我写一个叫yc.png 假设有一个图片名字叫yc.png 对不对 然后我们照着它的这个特殊写法来统计 yc.png这个文件这个字符啊 它有多少个字符 你看你数的话 这个点也算啊 也就是123456 6个字符呗 那用它这个东西去统计 怎么玩呢 它是这样的 写一个冒号 表示对大家进行统计了 然后后面呢写上你的一个匹配模式 这个点星是不是匹配任意的内容 对吧 也就表明我针对它前面这个字符啊 就是你无论这写 写多少个内容 我这点星是不是都能匹配到 所以这个东西和它是对应上来的 这是它的一个固有语法啊 来我直接回车 大家会发现它的结果是6 就表明了点星这个模式啊 匹配到了前面这个什么呀 叫字符串 对吧 因为点星嘛 无论你是这个什么内容 我都能够匹配到 那我这呢再加一个c 字符是不是就7个呀 那它还有一个特点呢 是这样 叫最后面的模式可以自定义啊 什么意思呢 这个点星就像咱们学郑泽一样 它这是表示匹配任意的内容 对不对 那我要是这这么写呢 我点星 然后勾 就是我匹配啊 它的这个字符上呀 一定要是无论你就是 随便匹配啊 不管你什么 一定要找到一个勾 你看我回车 这个字符信息里面有勾吗 同学们 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它就返回一个零呗 这个能明白吧 就所谓咱们正责表达式 这个一个理念啊 那我要在这写一个P呢 就是点星P 那是多少 你看12345 是不是找到一个P了呀 那应该就是5呗 你看回车 大家能看明白吧 好了 那基于它的这个特性啊 我就能够写出一个东西 叫判断这个这个什么呀 判断这个这个什么呀 呃 JPG文件 呃 判断JPG文件的字符个数 哎 你看我怎么写啊 我现在写一个EXPR 然后呢 我这写一个啊 叫YC.PNG 然后冒号对它进行字符统计 然后点星写一个高PG 是不是啊 我现在就想匹配它 这个前面有任意的内容 哎 注意了 大家注意了 我现在希望的是啊 判断以JPG为后缀的这个文件 那我是不是应该找出这样的东西啊 来 就比如说这个XXX.JPG XXX.JPG 呃 没有JPG啊 就是这样的 来大家来看啊 我现在如果有两文件 一个叫.JPG 一个叫.PNG 你觉得谁能够匹配到这个东西啊 同学们 那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东西啊 但是呢 咱们 想找的是文件后缀 就写上这么一个东西 我 我这么写 看大家是否理解啊 我反斜杠点 看了明白我 这是不是所谓的 叫转易符啊 把这个点 给它转化为一个普通的小书点的意思 就去匹配咱们这个文件的点号 能明白不 那你看我现在直接回车得到个什么呀 得到一个零 因为这个YC.PNG 你根本就找不到.PN.JPG这个东西 听了明白不 那我怎么能够找到它且统计它的个数呢 就是给它改成JPG就OK了 你看我回车 大家来看 它是不是就是六个呀 你看啊 123.JPG456 是不是和它匹配上了呀 那你看啊 我但凡给它改一个改错一个东西 我写一个JPTG 你觉得还能找到吗 找不到它就会返回零啊 来回车 是不是返回零啊 那但凡它找到了 你看啊 我把这个T去掉 我在后面加上一些奇怪的东西 大家想一想 最终它会输出什么呢 来 给大家这个思考一下 我呢 在你思考的同时 我再给你讲解一下啊 这是咱们写的模式 它想匹配的是点心啊 也就是文件名的开头 无论你有多少个文件开头 但是你的后缀 只要是勾PG 啊 我就能够找到你 啊 并且啊 并且以咱们这个正则的理念来看 我这个勾PG后面有没有写别的东西了 没写了 没写了就是到JPG结尾啊 因此呢 它是这样去匹配的 YC啊 YC就是被点心匹配到了 然后这个点 哎 就被我们这个小处点匹配到了 明白不 来 我继续画啊 它是YC 找到了 然后点也找到了 JPG 哎 也找到了 找到勾PG 就完事了 就结束 就到这呢 就砍了一刀 因此你无论后面这些东西有多少个 我不care了 我不关心了 我只找到你前面的YC点JPG 因此答案 是不是应该还是6啊 朋友们 来我回车 是不是这意思啊 好了 那这个东西啊 我给大家就说这么多 然后呢 这是给大家补充的EXPR模式匹配 那么我们下一小节来看一下EXPR命令 判断这个文件名后缀啊 是否合法 哎 看这个东西 怎么玩啊